欢迎收看小高在最近结束的法兰克福南丹八强争夺战中 王楚钦爆冷不敌瑞典名将卡尔伯格 止步16强 这他继北京大满贯亚锦团体赛等一系列赛事爆冷输球之后再度出局 到目前为止 从奥运会到现在 王楚钦已经输掉了五次外战 这是非常糟糕的战绩 所以看到在比赛结束后 不少球迷认为王楚钦作为世界第一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因为上巴黎奥运周期 整个周期好几年的时间 王楚钦只输了五次球 结果现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 仅仅过去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王楚钦已经接连输掉了六次比赛 其中一次还输给了自己的队友林诗栋 作为世界第一取得这样的表现确实是不太正常的 赛后有不少球迷批评王楚钦 认为他的实力比不上马龙和樊振东 而就在大家认为王楚钦最近的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网上有传言说前国兵名将周宇是在直播当中力挺王楚钦 说他这一次疑似发烧带病作战 让大家都理解他一下 与此同时 包括刘丁硕这些前国兵的队友 都纷纷在直播当中发声支持王楚钦 一时之间 众多圈内好友支持王楚钦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大家都觉得王楚钦这一次可能是生病了 之前是球拍坏了 还有一次是太累了 总而言之 输球还是因为身体方面出了问题 结果就在最近 在事情不断的发酵情况下 周宇却突然在直播当中辟谣 说自己可从来没有说过王楚钦发烧的这种说法 不过在周宇辟谣之后 看到另外一位前国平名将严安 还是在他的社媒发声支持王楚钦 他认为大家应该多点耐心 王楚钦世界第一并不是平白得来 而是一板一板打出来的 他希望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下运动员 多给他支持 让王楚钦有更多的时间恢复 对比这些球员的支持和理解 另外一位业内的名记 在最近却接连发声点名批评王楚钦 言辞比较激烈 在球迷圈当中引发非常大的争议 这个记者叫贺小龙 贺小龙之前是因为奥运会期间 陈梦和王曼玉竞争女单名额的事情 成为很多球迷熟知的记者 而在最近看到王楚钦接连输球淘汰之后 这位记者又接连在他的社媒发表比较犀利的看法 他将王楚钦形容为温室的花朵 认为国平很多的猛将在过往都经历了很多的社会独打 经历很多的磨练 最终才能够走上巅峰 而王楚钦这一路走过来太过顺利 一下子就到达顶峰 而且是在众多教练组的护送之下 所以现在取得这样的结果 他觉得并不意外 这一路走过来太多年了 然后就像姜子别人双子那样的结果 主钦这一路走过来太多年了